我活着时 要与我祖和地 我已知道 祂活在我里面 祂的生命 在我身上彰显 我活着时 要与我祖和地 我活着时 要顺服我的主 我活着时 要顺服我的主 因为祂话 一如坚持我许 我活着时 要顺服我的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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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祂爱 是常基于我心 我活着时 要顺服我的主 要顺服我的主 在唱一遍的时候 我们从心里面 跟主讲 跟主说 告诉主 告诉主的一个信心态度 来唱 阿们 对主说 主啊 我活着 是要与你合一 主啊 我活着是要顺服我的主 主啊 我活着是要服侍我的主 让我们嘴巴唱 让我们嘴巴唱 我们心也一起来 一起我们再唱一次 这种歌词内容 来跟主祷告 请 好 moderator 呼出订阅 我活着时 要与我主和易 我已知道 祂活在我里面 祂的生命在我身上彰显 我活着时 要与我祖和一 我活着时 要圣赴我的与主 因为他话一路坚持我许 我要跟随他到甲略山上 我活着时 要圣赴我的与主 我活着时 要服侍我的与主 因为他爱是成绩 你以我行 我献圣名 成为圣洁或与 我活着时 要服侍我的与主 同学开口用歌词内容 为自己跟主来祷告 你以为貴家 我活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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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主祢帮助我们活着有一个信心 有一个态度 有个生命 生我的行为 主我们活着就是要与主合一 主我们活着就是要与主合一 主啊我们不要与世界的灵合一 不要与世界的王合一 主啊不要与世俗的情谊合一 主啊我们更不要与自我的血气合一 我们也更更不要与撒旦的合一 主啊我们活着我们的心要与主合一 我们的灵要与主合一 我们的生命生活行为价值观 主啊我们活着就是要与主合一 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活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你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 主啊我们活着就是要与主合一 主啊我们活着就是要顺服我们的主 主啊我们活着就是要顺服你 主啊帮助我们从心里面甘心乐意来顺服你 主啊你断开我们里面那 悖逆之子心里面甘心的邪灵的挟制 长期挟制我们不容易顺服主的这个压制的灵 这个悖逆的灵 网梗的灵 不顺服主的灵 奉主的灵我们要认罪悔改 干出这悖逆的灵 离开我们的心我们的灵 主啊我们活着就是要来做神圣命的儿女 我们活着要来顺服我们的主 我们的灵要顺服主的灵 我们的灵不要胜从世界的灵 主啊我们的灵不胜从罪恶 老我血弃撒旦的灵 主啊我们的灵要顺服主的灵 主啊我们的心要来顺服主的心 主啊我们的生活行为价值观人生观 要拿来顺服我们的主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你的话语如箭刺我们的心 主啊我们要跟随你到十字架各个踏山上 让我们一生只有一条路 我们活着一生只有一条路 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随主一路行 主啊让我们跟随十字架的主 我们要跟随十字架永生的主 一直走回天下 主啊你帮助我们不要迷路 主啊魔鬼用世俗的情谊 用世界的灵用很多物欲物质 很多的眼花缭乱 主啊夺了我们的心 夺了我们的眼目跟生命 让我们走错路 走回不到主十字架永生的道路 求主苏醒我们 我们要丢掉这样魔鬼的 主啊使我们偏离十字架永生路的 这种试探的人生 我们要离开这样的人生 离开这样的路 离开这样的捆绑 离开这样的试探 主啊让我们悔改 主啊我们活着要顺服我们的主 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 与永生的主一路行 直行到天家 主啊我们要跟随你到加略山上 我们活着要来顺服我们的主 主帮助我们 主啊我们活着就是要用圣洁尊贵来服侍我们的主 主啊求你使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 做圣洁的活计来服侍主 主啊我们要用生命不断的学习 与主的献上有份 与主的生命合一来服侍我们的主 主啊我们活着是要服侍我们的主 因为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生命 成为圣洁的活计 主啊我们不要成为爱世界 爱世界的灵 爱老我的肮脏的一个灵 肮脏的一个生命 你炼进我们 主啊让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 成为圣洁的活计 主啊让我们活着 用圣洁 以圣洁为装饰来服侍我们的主 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美在主耶稣 宇宙万物诸宅 祂是真神降世为人 我心所敬仰 我您所崇敬 宇宙万物诸宇宙万物诸宰 祂是真神降世为人 我心所敬仰 我心所敬仰 我灵所崇敬 我心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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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更是美丽 大天地上才艳成衣 耶稣更美丽 耶稣更全 能是重新歌手不易 春丽的阳光 秋节的月亮 繁星点点 灿烂山阳 耶稣更辉煌 耶稣更荒芸 天是荣光佛祝的救助 荣美的救助 同观观光幻衣 祂是真生将是为人 荣耀与尊贵 颂赞与憧憬 荣耀与憧憬 荣耀与憧憬 猎恨悙具 要是真生将是为人 荣耀与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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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与憨迷 所崇敬使我荣耀欢迎欢迎 第三节美丽的阳光 美丽的阳光 皎洁的月亮 第三节的月亮 繁星点点 残难闪耀 耶稣更为皇 耶稣更光明 天是终光不足的家 天是终光不足的家 美在主耶稣 天是终光不足的家 天是神 天是宝贼 我心所绝一样 我灵所终极 使我荣耀还便安心 第三节灵类的阳朵 明滴阳光 秋节的月亮 半星亭亭 灿烂山阳 耶稣更灰芳 耶稣更光明 天时终光不足一条路 第二节清脆的草地 清脆草意 云叶甘湿美意 大天地上 残念着你 耶稣更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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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世界荣誉的救助 祝你世界荣誉的救助 你世界荣誉的救助 祝你世界荣誉的救助 大天地下誓是世界荣誉的衝突 中尽东归耶稣永不知心 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祢是美在主耶稣 主啊祢是万物的大主宰 主啊祢是真神 道成肉身将士为人 主啊祢是我们心所敬仰 我们的灵所崇敬的主 主啊祢是我们的荣耀冠冕跟欢喜 主啊虽然清草很清脆 主啊美丽的原野 主啊大地披上 主啊彩宴的春衣 但是我们感觉到耶稣更美丽 耶稣更存全 主啊能使许多烦心仇心歌颂不已 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祢 主啊虽然阳光美丽 主啊月亮皎洁 烦心点点灿烂闪耀 但是我们要更赞美耶稣更辉煌 主啊耶稣更光明 主啊天使的荣光不足来比较 主啊我们要赞美祢是荣美的救主 主啊祢同管万国万民的生命气血 主啊祢是真神 主啊祢是真神 主啊我们从心里面要来敬拜祢是神 祢是神 祢将是为人 主啊尊贵荣耀全病都归给祢 爱不爱从敬也归给祢 主谢谢祢 愿祢开我们的心翘灵翘 更能够看见耶稣的荣耀美丽 好叫我们的灵向主扶下来 好叫我们的灵尊崇我们的主 荣耀我们的主 靠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主啊愿祢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祢 阿们 愿主的荣耀的主 吸引我们的心 吸引我们的灵 快跑跟随祢 赶快跑跟随祢 赶快跑跟随祢 开门 祝我你心我 我就快逃随你 我心神神与主离居 虽然南风吹来 虽然北风兴起 却依从我远中消去 我主千万美丽 我主满我心意 主祢修我 主我也修你 中罪不能熄灭 大罪不能淹没 我比我的爱主到底 主啊你信我 我们就快逃随你 主啊你信我 我就快逃随你 我心神神与主离居 虽然南风吹来 虽然北风兴起 却依从我远中消去 我主千万美丽 我主满我心意 主你信我 主我愿受你 中罪不能熄灭 大罪不能淹没 吾吾吾吾吾吾爱主道明 祝你愿意来来思想主 张牧师请你唱一遍我们 从心里面来看主思想主 主啊你信我我就快跑随你 我心深深与主密集 虽然南风吹来 虽然北风兴起 月雨出我愿重香气 我主虽然美丽 我主盼我心意 祝你属我 主我也属你 中水不能熄灭 大水不能淹没 我必我必爱主道明 心里各主唱主啊 来 主啊你信我我就快跑随你 我心深深与主密集 我心深深与主密集 虽然南风吹来 虽然南风吹来 虽然北风吹来 虽然北风吹起 却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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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中水不能熄滅 大水不能淹没 我必爱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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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定的对主说 我必爱主到底 同声开口来祷告 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愿意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主啊 主啊 我的心深深与主命气 虽然南风吹来 虽然北风湿起 却要溢出祝祢在我心里的一切 祝祢全然美丽 祝祢满我心意 主啊 你是属我的 主啊 我也是属你的 中水不能熄滅 大水不能淹没 主啊 主帮助我 我必爱主到底 我们谢谢你主赞 主啊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主啊 你帮助我们的心 被你来所夺 主啊 让我们深深与主密切 主啊 主啊 虽然有南风吹来 北风兴起 因为祝祢在我们的灵里的深处 主啊 却溢出我们灵里圆中的香气 主啊 我们的主全能美丽 我们的主满我们的心意 主啊 你是属我们的 主啊 我们也要属祢 主啊 众水不能熄滅 大水不能淹没 我必 我们必 我们必 我们必爱主到底 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要拍手要来表明 我们要爱主到底 我们要爱主到底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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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 基督在你们心里 基督在你们心里 好不好 请我们附送两次 对我们的心来宣告说 请来 基督在你们的心里 基督在你们心里 我们祷告 主啊 祝你的话 没有语句不带走能力 主啊 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 唯独神的道永远长存 主啊 求你让我们听主的道的时候 求主赐给我们信心 以主的道调和 去耶稣你帮助我们存温柔良善的心 来领受主的道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 谢谢主 谢谢主 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基督在哪里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 基督在哪里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 怎么样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 成为我们生命 生活人生的实际 Amen Amen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 在你如果可以数据的话 记经节就好 经文回去再看 在一部所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那时候圣经描述我们在 还没有信主以前 那时候你们是誓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使你们在其中的行事为人 是怎么样 是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从下面说 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那这个首领是谁呢 就是现今在悖逆 支持心中运行的邪灵 过去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 我们都在他们中间行 就是顺从今世的风俗 还有顺从这些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就是空中掌权者的二首领 那时候我们都在这当中来行 就放纵我们的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这个在神眼中叫做本为可怒之子 过去我们生命生活 不管我们的背景身份如何 我们的整个生命 我们的灵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 耶稣在圣经里面提到 马太福音第四章 耶稣向世人讲第一篇道是什么 耶稣到成肉身 然后受约翰的洗之后 到旷野四十天进食祷告 被圣灵来充满之后 那时候他就传起到来 那么耶稣对人类对世人 传第一篇道讲题是什么 你们猜 天国尽啊 你们应当悔改 我们讲一遍来 天国尽啊 你们应当悔改 可见这世界有两个国度 一个是天国 一个是非天国撒旦的国度 就是被世界的神弄下新年的这些人 活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 空中掌权的二手领的这个国度 就是属撒旦的国度 过去没信主的时候 我们是在撒旦的国度里面 随从今世的风俗 我们信主之后 不要再随从今世的风俗了 我们要彻底的悔改 那是不信主的 在撒旦国度的一个生活 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 里面就是有悖逆神的灵 悖逆神的话 悖逆神的价值观 悖逆神的生命的一种的生活 行为人生观 那这些呢 是耶稣要唤醒世人 要从当中要悔改的 所以耶稣对世人讲的第一篇道 就是说有天国有天国 你们世人要悔改 从刚刚所说的以福所书 第二章第一到三节里面的 这些过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那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 是谁从今世风俗当中 要从当中悔改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也要悔改 我们胜从空中的二手灵 胜从撒旦的恶魔君 就是世界的神 世界的灵 这个叫做二手灵 要悔改 就是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悖逆神的灵的 悖逆神的心的 悖逆的态度 悖逆的行为 悖逆价值和要悔改 还有放纵肉体的私欲要悔改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情要悔改 还有胜从不好的这些灵 成为可怒之子 这些耶稣对世人说 就活在这当中的世人 要悔改 阿们 因为天国尽啊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应当悔改 那我们回应主的一个呼召 我们愿意来悔改 离开这个所谓的世界的神 世界的王 世界的灵 今世的风俗 以及悖逆的灵 以及肉体 以及肉体 所喜好的可怒之子的这种生命 我们都愿意回应主的呼召 我们愿意离去这种生命 离开恨物 悔改这种生命行为跟人生 我们都要悔改 阿们 那我们在路加福音 第九章二十三节 这个是我们初信的时候 都会讲到 但是呢 不但是初信的时候 我们一路上跟随主 常常要提醒自己的经文 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这篇耶稣对众人说 要对众人回应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要上吊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 必救了生命 好这是耶稣 主就在对我们要跟从主的人讲 所以我们回应主 天火进了 我们愿意悔改 那主说 好你们要悔改 要跟从主的话 那就要舍己 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就是要跟随主的人的教导 跟呼召 加拿大书 所以我们也知道 加拿大书 这第二章 这个第二十节 这边也告诉我们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所以我们这些所谓的要信主受洗 悔改 要跟随耶稣的人啊 我们的悔改要彻底 我们真的要不断的每天 与基督同定 是那个基啊 基啊 基啊 基 要与主同定 十字架 因为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谁 是谁 乃是谁活在我们里面 乃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 那么既然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话 过去我们是死在罪恶之中 是可怒之子 耶稣叫我们悔改 要我们舍己 那现在活着的 我们不再是己了 那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那下面基督就要给 对耶稣的话有回应 说天国经啊我要悔改 我要舍己 我要离开世俗的这些风俗 这悖逆的灵 这些肉体 这随着心中所喜好的 去行可怒之子的这些生命 我要离开这一切 我要悔改 我要致死这个败坏的我 我要舍己定死十架 每天定死他 活着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好了 那基督活在我里面下面 基督就会给我们一个 丰富不一样的人生 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怎么说 这是神的奥秘 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 这边讲道说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我们来念三次 请来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再一次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再一次来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基督在你们心里 基督在我们心里 阿们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让基督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生命有基督荣耀的盼望 阿们 这个信息非常棒 感谢主 求主让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回应主 天国今来要悔改 回应主 若有人跟从 我就当舍己 舍己 天天背起十架 跟从主 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阿们 我们为应遵行 为应回应主这样的话的时候 因为从心里面 从灵里 从生命中 从我们生活 从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要走这样悔改的路的时候 下面主就要给我们一个奥秘 因为我们本来在神眼中 我们是属天国以外的外邦人 跟基督没有关系 是局外人 但是因为基督的关系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 他的血拆毁了我们跟神当中的罪恶的 与神为敌的罪恶的墙 以至于使我们靠耶稣的血 能够与神和好 就进入神的家里面来了 阿们 就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来了 所以我们是属于 回应耶稣的信息 天国进了 你们要悔改 我们愿意悔改 离开这些属地面的国度的 这些败坏的生命 我们愿意进到神天国里面来的 成为神国度的一员 是在基督里面的 是住在基督里面的 有基督里面的 丰盛的荣耀 要建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人 阿们 阿们 那 如何经历 罗马书 不是 哥林多 不是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基督在你们的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如何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 如何让我们的生命 有基督荣耀的盼望 我们大概都注意到前半段 天国进了 回应主要悔改 我要设计 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可是后面没有去经营 没有去经营 那基督在我的心里生命中 有基督荣耀的盼望在我的人生 生活圣命里面 这是我们要去经营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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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提醒大家 我们真的回应主天国进了 要悔改 的态度要彻底 不彻底 就很难经历基督在你们心里 有荣耀的盼望 一定要彻底 还有我们要舍己也要彻底 舍己不彻底的话 很难让基督在心里面 真的有荣耀盼望 那个己很讨厌 你们要不要讲一讲 己有多讨厌 我们在北港 有个好可爱的同工 他跟着我们好几年 好几年之后 终于有一天 在祷告会里面 很大声的讲出来 老我习惯很可恶 要怎么样 要定使他 忽然叫出这一句 他忽然领悟到 老我的习惯真的很可恶 就是他破坏我 进入基督的丰盛荣耀的生命 就是这个老我 阿妹 所以每天就要定使他 这老我很能够随性 随肉体的私欲 随肉体的行欲 随世界的风俗 随这个空中掌权的恶魔精 很容易随着悖逆神的话 悖逆神的灵 悖逆神的一个生命行为 这个老我很讨厌 所以耶稣说 如果有人跟踪我就当蛇子 就是这个老我 天天 悲起十架 天天致死这个老我 让耶稣的荣耀生命活出来 阿妹 所以我们这个蛇子要彻底 这个极阿你有没有发现 极有多么的可恶 我们来要不要想一想 极有多么的可恶 极有多么坏 我们想一想 来想一想好不好 你家如果有小偷 一直在偷你家的黄金 偷你家的钱 你要不要抓小偷 要 神要给你丰盛荣耀的生命 那活不出丰盛荣耀 就是这个极 当你生命的小偷 我们今天来抓这个极的小偷 把他救出来 让极的黑暗小偷见光死 阿妹 极有什么败坏 想一想 悖逆 悖逆 悖逆一百分 再来 自私 再来 骄傲 再来 嫉妒 再来 偷拐带骗 哇 这几个字就够把 讲得很清楚 偷拐带骗 几个字 偷懒 偷懒 犯罪很殷勤 属灵很偷懒 再来 软弱 软弱 还有 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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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改变 还有 固执 这样好不好 这种极好不好 不好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我们的极很多污秽 不存钱 不单纯 我们的极有很多黑暗面 黑暗的心灵 常呜 说黑暗 我们有很爱民主啊 很爱民主 在追求属灵的道路上的假属灵 爱民主 爱民主 不实在 还有我们的己其实是很多不完全 是不是 很多不完全 还有我们的己其实还有很多的思想上的捆绑 该想的真理想不出来 不该想的非真理的一些的焦虑思想想了一堆 是不是 好讨厌 对不对 想到神经衰弱 衰弱头脑爆炸 精神压力就是这个胡思乱想的荆棘思虑 焦虑思想挤住神生命之道的这个头的思想 很坏 这个是仇敌的谎言 焦虑 很多的疑虑 很多的思想 都不是神的真理的生命之道 这个很不好 再来我们的己里面有很多的捆绑 有很多的罪 残疑的悖逆的灵都有 很多的仇敌的淫绕的一个银垒已经成为一个权势 是我们几根仇敌合作以至于让他成为一个所谓的罪恶邪恶的一个淫垒 碰到那个就跟人家生气 以前我在一个团一个地方服饰 我们办公室忽然怎么走有个地区怎么乱乱乱乱脏的 那我不知道是谁弄的 不管是哪一个 我们那一层都是传道人 不管是哪一个传道人就习惯 弄乱那个区域 乱对乱 我们变成一个很脏乱的地方 有一天不然是我去整理他 我会讲说不要把这个地方弄的乱乱的 我们把它弄的脏乱 我不知道是谁 跟那个弄乱的人就发飙了 开始不高兴了 就骂我 把乱乱的变成干净的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会骂人 那么里面那个老我那个挤 已经藏乌纳扣隐藏黑暗习惯的时候 人家去碰到这个 那个罪恶本性习惯的 那个里面的老我 以及老我里面的那个仇敌的权势 就会去抵挡那个 要纠正我们离罪归翼的 这样的一个路 很不好 你身上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讲别的没关系 可是讲到你已经在仇敌 在你的老我坏习惯里面 在你的这个忌的一个 跟魔鬼酝酿 不是属基督的一个习惯 是属那个仇敌跟老我一个恶习惯 恶思想 恶脾气的里面 做习惯跟抽屉的权势 这个罪真的要悔改 真的要诚实 很愿意对付我里面的基里面 还残与着很多的罪恶 很多的不好的这些习性 跟淫脸跟撒旦的一个巢穴 这个要让他出去 要抓小偷 因为那个偷掉基督 丰盛的荣耀就是这个东西 要离开 阿妹 阿公有清楚吗 有清楚吗 这个老我的罪 要不要揪出来 还在封闭自己的罪恶习惯 失去基督的自由荣耀的 还在保护他 要不要揪出来 置他于死地 让他见光死 阿妹 这就是黑暗 这就是老我跟撒旦的一个淫脸的黑暗 不要一直护着他 护着他得害死你自己 不能有主的救恩的能力 跟基督的丰盛荣耀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如果常常诚实 无亏的良心 无为的信心 诚实的心 负责任勇敢常常反省自己的内心的 智慧是哪里 神而说是让我们在隐秘处能够得神的智慧 我们常常回到内心里面 反省自己的内心里面的心理态度 这个高高低低万万七七的诡诈骗 还要用自己的老我 要保护我里面犯罪的习性 习惯心里还有说很多的美化罪行的 这个让人家接纳你这个错误 这个东西很诡诈 那是属撒旦的 不是属耶稣的 要为你改离开这个就诚实 主啊赦免我诡诈啦 赦免我保护我自己的罪性啊 最实在不肯改还美化这个罪 让人家接纳我继续犯罪 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么诡诈 我要悔改 主啊你赦免我这个赦免我 我们要常常直接讲 主啊求你赦免我什么罪 这个就是让我们里面 让我们的罪见光使 罪有力量的 我们若说我们无罪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里面 但我们若是认罪 神是信实的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除去良心的亏欠 我们里面就有主的赦罪的光明 平安自由 救恩的一个能力的保护了 阿妹 我在美国 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习惯 不认罪 但是他们会讲什么 谢谢主 谢谢主你救我 谢谢主你为我死 谢谢主你赦免我 谢谢主你爱我 谢谢主你做我平安 就不讲着主啊你赦免我骄傲 你赦免我肉体 主啊你赦免我有诡诈 就不讲那种 把罪的事实讲出来 这个叫包庇罪恶 就讲主啊 谢谢你爱我 主啊谢谢你 我们里面也有这种诡诈 主啊我感谢你 你赦免我 我感谢你怎么样 我谢谢你给我评 可是就不揪出我们里面的罪丝罪情 以至里面就肺腑欣赏了很多的黑暗的罪的藏污纳 不得见成光 失去基督的丰盛荣 就是这个黑暗啦 这样了解吗 要不要对付这个 我们肯诚实 无愧的良心 无谓的信心 诚实的心 诚实的心 有敢负责任的认罪 你敢做那个事 你就敢认罪 阿们 这样子 主就赦免 你就不会常无纳购 包庇罪 以至失去基督的真实的荣耀在你的里面 你里面的心 里面的灵 就会越来越见到基督的荣光 基督的圣行荣行 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阿们 就会遇见基督了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真的 悔改要彻底 舍己要不要彻底 要不要彻底 你会发现自己心里又在诡诈 包庇自己罪 赶快救出那个罪 让罪见光 使你活在基督的光中 阿们 你要诚实的对待自己 诚实的对待大师 你不认罪 主知道不知道 主知道你的心里面 也有我是看着内心 不是看外貌 你哇外貌 骗得了人 骗不了神 神看我们的内心 所以心里面不对的 赶快认罪 阿们 主就赦免 心里就坦荡荡 就有主的恢复 主的荣耀在我们的里面 不然就是一个黑暗的心 不得见成光 了解吗 所以我们认罪要认罪 所以念子的关系 都不喜欢诚实认罪 这个要丢掉 真的诚实认罪 是一个得主的设罪 恢复主的荣耀的一个 直接的洁净的管道 那么另外是 活着不断的还行 或者是我呢 随性呢 随着肉体和私欲 心中所需要去行 是随性呢 还是舍己的基督 活着是我还是基督 如果我们很多的行为 信念 价值观 属灵气味 没有对准基督的灵 基督的心 基督的真理 基督的生命 而去做那一件事 那就不是活着是基督 那是活着是自己 了解吗 不要自欺 很多基督徒自欺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活在我里面 可是价值观 没有基督的价值观 就是自己想 自己变一堆价值观的信念 去做那些支持我 那我的信念 支持我去做那个事 不是基督的真理 支持我去做那个事 自欺 离开 阿们 离开自欺的信念 有一个师母 他 他来跟我讲 可能有些困难吧 他跟我讲 然后他就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 他就自己去 自己去 幻想 自己去想 想来想 用这样讲 自己去想这样 想这样想 要来解释这个事情 让他合理化 通过自己脑筋解释 我说不是 你要把所有的拿来跟圣经来比对 是神的话来决定 这样做 这样弄 做 这样做才对 这样做才不对 不是你自己的话 想来想起来解释 然后做这个定夺 做决定 这样不对的 我们头脑很容易 照自己的信念 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感觉 自我中心的想法 来解读很多 非基督的存全可喜悦的真理价值观 这个东西会害死我们要离开 因为那个东西会让我们的脑筋 越来越偏离基督的荣耀真理 变成很复杂的一个思想 离开 离开这种思想习惯 阿妹 阿妹 我要用自己的信念 代替基督存全的真理 来面对解决很多的事 解读很多的事 多读圣经 你们必晓得真理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自由 阿妹 多读圣经 让真理代替我们自我信念的捆绑 所以我们里面很多心思的捆绑 都不知道被绑在那里 焦虑的捆绑 还有人自己的感觉的捆绑 来解读很多事 却不是真理的自由 不量 变成很多的绑在那边 绑到你心安 但是没有基督的平安 你的心安不代表基督的平安 求主帮助我们 所做的思想 加上有基督的平安 另外 我刚刚解释说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不要成为口号 要成为实际 这样思想 在我们心里 在我们灵里 在我们生活当中 常常去看 这是基督吗 还是我 如果是我就要舍己致死 是基督 那恭喜你继续往基督的思想 基督的干净的心 干净的灵 基督的美好的心 美好的灵 基督的行为 建造自己 活出基督在你们心里 有荣耀的盼望 就是生活面一点一点点 累积 疾症了 起来 阿们 你不可能一下变成丰盛荣耀的基督 而是一点一点离开那个黑暗 离开那个复杂 离开那个人心的不好的 那个挤 不断的一点一点点 不断的一点一点去思想 心里 情感 内心 灵力 生命行为 不断去干 丢掉基 活出基督 这样就叫做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但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阿们 所以要经历 基督在你们心里 使你们成了荣耀的盼望 我再重复 悔改要彻底 舍底要彻底 活着不再是我 是基督要 祭祀 实在 不要成口号 阿们 另外有一个很难 很难让基督 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盼望 这个东西非常难的 就是世界的王 世界的灵 世界的价值观 世俗的情欲 世俗的这些风俗习惯 一旦我们有情感 摄入到这个层面 就很难 脱开这一切 就会失去基督 在你们心里 成了有荣耀盼望 成为世界的神 世界的灵 世界的价值观 世俗的情欲 世俗的这些的人情事故 在你心里 使你成为 失去基督的荣耀的黑暗的 属灵黑暗的人 阿们 不要以为你随人性 人情事故家 很为那一套玩世界的灵 世界的人情事故的互动 世界的王 世界价值观 你吃那一些 你领受那一些 其实你是在跟谁合一 跟谁合一 跟撒当合一 跟世俗的情欲合一 跟世界的灵合一 跟人的属血气的人在合一 不是属灵人 不是属基督人合一 久了你会变怎么样 与他们是同伙的 属灵的同流合物 属灵的同流合物 就在世界的灵里面打滚 有种 感觉还不错 还有人要吃 还有人要穿 穿了不错 吃了不错 算了也很好 看了也很舒服 心情也松懷 你在玩最重之乐 好不知道 真的基督徒说 有的喜乐是 顺服圣灵平安喜乐 是有圣灵中的满足和喜乐 你撇开了基督的真理 神的国 基督的灵 你去玩世界 世界跟这些人灾 还有喜乐 这个叫最终之乐 你知道吗 不要再自欺了 不要再这样乐下去了 害死你自己 失去基督在你心里 使你成为有荣耀的盼望 你没有基督人 你没有荣耀 你有世界在心 你有属灵的 弟兄讲得好 同流合物的黑暗 灵很脏 灵很乱 难怪你灵起不来 不能复兴 就是有世界的灵 世界的王 世界的价值观 世俗的情欲 人情 世故 绑着你的心 失去基督的荣耀和自由 你已经偏离祖 你已经偏离祖道 可是你还在做礼拜 你还在要做祖宫 你还在灵修 这个叫 有信心 没有行为 死的基督徒 活不出来 所以讲到 主啊你信我 主啊你信我 我就快跑水里 快跑水主 还是快跑水世界 你看 我们多么会欺骗自己 神都知道 哎呀 什么南风吹南 北风吹起 却溢出我 我的心里的源中 是基督的香气 还是世界的臭气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要从心里面 彻底的去 圣经上告诉我们 不要爱这世界 因为爱世界里 我相信你 我对你非常有信心 你爱上帝的心 就不在里面了 我的心中 两个王 一个 要我上天堂 一个要我下定义 看看哪个对我强 我听哪个 就给哪个有权柄 把我拖到哪里 我心从主 我当然上天堂 我听从世界 我对你也有信心 不可能上天堂 你会跟着世界的灵下定义的 不要自欺 你的灵魂是交在世界的王 还是交在天国王手中 但看你自己的决定 神尊重你的决定 基督徒 这个我就要提醒 你不要说你很聪明 你很厉害 他就要去 所以说雅伯拉就离开吾尔拜偶像的地方 他去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 但是他就顺服神 就离开 离开的时候 他带着他的 子 罗德 一起走 罗德也跟着走 也离开吾尔 可是 因为他们走越走的时候 雅伯拉产业 牛群越来越大 罗德的产业 牛群越来越大 所以一个地 没有办法容忍两个家庭的族群 所以到后来他们要分地了 雅伯拉跟罗德讲 你先选 如果你选东边的 我就到西边 你选西我就要去东 你看罗德选什么 看这里 真聪明 他选了一块地 看起来像耶和华的原子 又像埃及的地 基督徒 我一方面 我要上帝的祝福 我也不放过世界的享受 我也不放过世界的情欲 世主的 世界的灵 世界的王 世界的这价值观 吃啊喝啊玩啊乐啊 还有这些的 世界的这个灵的 一种的人生跟生活 我不放过 可是我也要上帝的祝福 这是罗德的选择的路 选择那个地 看起来像耶和华的原子 又像埃及 所以他就去住那边 他一住的话 因为他的心是这样的存心 在选那个地 所以他的人生的路是怎么走 生意上描写的时候 他开始就做什么 挪移帐篷 一直搬出 越搬越哪里 挪移帐篷一直挪 挪到来 越来越离开耶和华的原子 越来越进入靠近埃及的地方 最后搬到哪里 索多玛 尔摩拉 是淫乱犯罪之城 就搬到那个城外 最后是进到城里面了 索多玛 尔摩拉 那个是世界的灵 皇华 可是充满很多淫乱 罪恶的一个城市 他进到那里面 很多的基督徒的人生 在走主的道路 也是要抓上帝的祝福 也要埃及的那些的物欲的人生的 知恶玩乐去满足这些地面的 这些虚荣民生啊 民望啊 这些等等等等的这些 最后索多玛 尔摩拉的罪恶滔天 神差遣天使要灭这个火烧 索多玛 尔摩拉的时候 去叫罗德出来 罗德还不肯 不肯逃 天使赶快逃 他不肯逃 所以最后是天使拉着他出来的 弟兄姐妹 我有时候常常 我跟张牧师常常在服事的时候 因为我们看的灵里面看得很清楚 这个人的灵属基督的灵 我们放心 这个人的灵 根本还不是主基督 我们死也 这来教会我们道友的 还没有真的心 真的灵贵基督 这个像卡达像存在罗德 要爱神的也有法的原子 也要爱埃及地的基督徒 这一定会逃 没有到地区 所以我们常常会 用神的道唤醒 敲醒 祷告 苏醒 叫人的心转向神 阿们 叫人的灵转向基督的灵 这是我跟张牧师 很像那个天使在拉荷德 我常常是做这个功能 张牧师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两个人讲的道 比较偏向生命之道 不会太多 当然张牧师他会用它 过去在国外学的一些什么神学 可是他不会去讲这些 对人的生命没有帮助 比较讲生命之道 让人家从主的生命里面 得到属基督的灵 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价值观 基督的人生 才能够走基督永生 生得救的路 阿们 如果撇开这个 你去用很多活动 你去 我也会办活动 因为我过去的背景 我刚到乡下 我是用活动 结果教会花了很多钱的活动 圣诞节花了 人们都进来 这次四五十个进来 噢 这很多了 你知道吗 可是又怎么样 撒了钱下去 欢乐一场 福音没果效 以后我不要做这根供 全部直接福音自己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 没有那个钱 没有那个力气 没有那个能力 再陪世人玩那些了 直接讲福音 叫人家 听到原原本本的 使人悔改信主 得救周永圣大陆的福音 阿们 生好多力气 这个好多 我们刚开始 开嘉年华 吸引大家来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不用生活化 生命的传道 对你比较好 我们刚开始 去人家对我们 不是很好 但是后来 刚开始 这样慢慢对我们 很好转 不表示说 他要信耶稣 但是 他因为你的生命 他容易接受你的信仰 了解吗 生命化的 教会太会用活动 吸引人 以至于进到教会 就开始养人 一群人 我的教会就是利己的人生 不是对付罪 不是对付罪 舍己的人生 甘心 牺牲奉献付出 那一开始就被人来讲 那么深的 不会 我们 倒可以 由浅而生 可是你一直在 讲那些吃啊喝啊玩啊 舒服的话就不讲真理 他连浅都没办法接触到 阿们 我们有 游浅而生的真理 我在那个地方就是设计 游浅而生嘛 就这样子 但福音直接 多半人家会接受 一个简单的福音卡片 凡人就给 邮差也给 卖菜的也给 这个小吃摊也给 人看的都很喜欢 你不要讲多 漂亮 一个福音字句 这福音叫人家有光 阿们 不一定他马上来信主 至少他知道耶稣是世界的真光 阿们 就这样子 不用怕 你办很多活动 讲很多 花很多钱 就是不讲圣经一个字 没错 不敢讲 也是很多基督徒 不敢讲福音 就是被教会培养出来的嘛 都用肉质 物质快乐肉质 买人心 可是没有把真理给出去 不要再做这个浪费 这个只是办活动 但是对得救 却是很 还很远 对传福音 直接 执警福音 还很远 太浪费 太可行 有时候 趁白日赶快做工 不要再玩 不要再玩下去了 我跟你说 教会 玩不过世界的人家的玩乐 人家设计的比我们还丰富 还会玩 我们赶不上人家的设计 以前我在一个系统 每个礼拜五叫 Friday night 灯光多漂亮 一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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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裂就行 至少 福音 感觉 感觉 Corner 三�rolle 让班 我看得很清楚 不要再玩这个了 祷告祷告有灵力 智慧传福音 阿们 见尽式的 有潜而生的传 人每一个人接触你 都有他生命的需要 跟他聊天就聊到他需要 就是传福音 一句话的切入点 阿们 我有时候跟那边信主的人 免得说很多福音 一来 离开简短 半句圣经的话 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你知道有一个神 还有有爱 下次来 再来跟祂记人 说一说 你兄弟弟说一说 耶稣就是世界的真怪 再来就这样亮年 信主受洗 就是这样 求主给我们真的勇敢 直接把圣经的话 说出去 阿们 我们相信神的话 有能力的 配得福音的人 配得平衡的人就会拿到 不配得 你就是办更好的活动 他也没来 他只要爱活动 我爱耶稣 你给了钱 知道吗 如果要的活动 去外面算 我不用教会算 我觉得我们要越来越比世人 还有智慧 穿福音 求主帮助 我挣甲不质 没有人 所以福音直击 有钱而生 慢慢去 也有果效 也有果效 救了不少人 我算算的 这几年 可能二十个人 受洗 与其偶像归相真神 这几年 十年到二十年 我伤胖不胖手 几乎 有的去天堂 感谢主 也有去救 也有去救 二十人 我想有时候 我主啊 二十个人 我如果会担 两千两万 更好 就是那个 叫那个声量 在那个地方 困难的地方 就是这样子 再怎么难 还是有路 Amen 就是这样子 求主帮助我们 好 我现在讲说 我们要得到 基督里面 丰盛的荣耀 的悔改彻底 舍底彻底 还有活着不再是我 是基督不要口号 是实际的生命行为 去遵行 还有除去 世界的王 世界的人 世俗的情欲 世俗的这些活动 这些血气 人情世故 这些价值观 会拖累你 失去基督的统战 失去基督的光 我们宣告一句话 世界的王 我们一起来宣告这句话 世界的王 世界的王 在我心里 在我心里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这是耶稣讲的 那世界的王 要在耶稣里面 一无所有 我们跟随耶稣的人 岂可让世界的王 在我们心里 在一喜之地 不可以的 跟随耶稣 让世界的王 在我心里一无所有 他不会说 我是世界的王 进到你的心 他不会那么笨 他用 怎么样拐耶稣 撒旦怎么拐耶稣 他也用这样拐你 你肚子饿了吗 你石头变饼 你有肉体的需要 你把变一变就满足 好 把你带到这个垫顶上 你跳下去 你不是很厉害 你基督徒很厉害 基督真有神迹 你跳下去 他用各种方法来引诱你 世界的防火 世界就有很多防火 物贵 物欲 这个看不下 你只能跟他菜池 你只能跟他牙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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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去到那里 百货公司 你把酒都看不下 世界太防火了 魔鬼跟耶稣 你只要拜我一下 拜我一下 我把这世界给你 他就是用这个在拐你 你是在拜耶稣跟着他 还是你拜世界的防火 跟着他 拜我一下 拜我一下 跟我一下 啊啊啊啊啊 这个 啊这个 哈 都给你 我都给你世界 我们常常上这个当 对不对 魔鬼就是用这种方法 进到我们心里面 得一席之地 夺我们的心 又物欲 世界的防火 肚子的需要 还有自己的那类 成就感 跳到一家牢 自我成全 满足自己 成全自己 很多方式 他只要 你听他一下 你就上当 就进到世界的王 进到你心里面 夺你的心 不是归给主 而是归给世界的王 他很聪明的 让我们敬畏神 远离二世 比他更聪明 阿们 再来宣告 让世界的王 让世界的王 在我心里 在我心里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真的吗 真的 世界的价值观 你要吗 世界的灵 世俗的情欲 物欲主欲 哦 眼花了 乱看不掉 对不对 不要 不看就不看 不要就不要 属灵的洁胜至爱 阿们 你的灵 才会有基督的灵 才会有基督的干净的荣耀 不然你已经是灵魂的 肮脏的 世界的灵 打滚的一个 污秽的灵了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圣经上不是讲吗 以福所述第十章说 所以我且在主里 确实的说 你们心事啊 不要再向外邦人 存希望的心形事啊 阿们 心地昏昧以神 所施的生命隔绝 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干预 良心上尽 就放纵 私欲 弹性 种种误会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令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脱去 你们重选行为上的救人 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 小心你的私欲 肉体 顺从肉欲 肉体私欲 要对付 这个私欲 会让你渐渐的迷惑 会变坏的 而且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 每次的 我就呼唤你们 心里的力量 心里的力量 诸德林是受压制的 得知有多为心里的力量 低感的属灵的压制 让你心里的力量 以你苏醒 刚强力力 起来 你的心智 心智要善用 再改换一心 阿们 你们的心智要搞坏一心 并且要穿上心仁 这心仁是照着神的形象 照着真理 为人意 和圣洁 我要讲心很重要 为什么每次来就换你 你们心 心里要起来 因为人一生的果效 由心发誓 你心怎么决定 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阿们 你心 你心 堕落在灵里昏沉 灵里沉重 你继续沉下去 沉到地狱 你心里的力量 抵挡那个昏沉的灵 肉体的灵 一切重担 一切压力 一切仇敌 饶我血气 抵挡这些 我顺不顺 抵挡魔鬼的 要治的灵 这些离开我 心里的力量 就起来 在基督里 刚抢苏醒起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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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以为 你头脑想很多 会救你 你心里决定 你得不得救 阿们 你心里的力量 要刚抢起来 靠着神丰盛的荣耀 和圣灵 叫我们心里的力量 要刚抢在耶稣的话 耶稣的灵 耶稣的生命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 这几点 我们要去处理掉 悔改彻底 舍底彻底 活出耶稣 不再是我彻底 除去世界的王 还有不随从世俗的情 这个要彻底 从我们心里面 洁净 割离 就业割离 心里是悔改 认罪 洁净 不是嘴巴 因为心里的态度 要有这样的 心智要决定 脱掉这一切 下面脱掉这一切之后 下面要穿什么 下面我们有罗马书第八章 第九节 下面我就讲很快 下面刚刚是消极的怎么去洁净掉 积极的怎么去建造 罗马书第八章 第八章 好我们大声来 来念神的话好不好 大声的来念哦 我大声是有意义 因为我们灵 是昏尘 大声就让我们灵苏醒一下 罗马书不一定每次都要大声 当然灵魂神就要特别大声 好 罗马书第八章 第九节一起来请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 人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属基督的 好这边讲到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哪里 心里 你里面要世界的灵还是神的灵 神的灵 那世界的灵出去 阿们 你不要又要罗德 要要法的原则 又像埃及的地存在你心里 不可能的 神也不会这样住在你心里 你就要让世界的灵 世界的往下 从你心里 不要爱 让你爱住 让神的灵进来 神的灵就会进来 阿们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 什么 基督的灵 就不属基督 你里面有基督的灵吗 请问你的心 有基督的灵吗 还是自我的灵 还是世界的灵 还有说谎撒旦的灵 你里面要有基督的灵 如果要有基督的灵 你要致死最难搞的 灵恩最难搞的 会灵恩混乱的 自我的灵 代替圣灵的感觉 这个自我的灵 常常会窃夺 主的主权 代替主 自我的灵要让他下宝座 致死 我们若要跟从主 就要舍己 不舍己 那自我的灵就会做大 代替主 代替神说话 对我们说话 就很多灵恩的所谓的感动就出来 就是自我的灵 不是圣灵 我在教 我还没有教你们这个 辨别诸灵这些 等到有机会再教 还有赶鬼 你说要等你们灵 属灵体质强一点再赶 你属灵不强的话 一赶他会反扑你 不好 好 我们里面自我的灵要除掉 阿们 里面存的就是基督的 基督的灵 第一个基要是舍己的 舍己的 舍己的基督 要进来 一旦你跟随 持架舍己的基督 一进来 做你灵力 灵魂的根基 下面基督的各种生命的灵 就会建造起来了 你第一个不肯舍己 还在亡肯悖逆 跟主在绞尽拔河 你就很难 见到所谓的 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灵生命 因为自我很顽强 我自己的灵很顽强 让他出去 所以我们里面的灵就干净 结果没有己的灵 是基督的灵进来 阿们 如果人都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属基督 我只是讲基督的灵有很多 其中一个舍己的灵 第一个就是要去 拿到这样舍己的基督的灵进来 虚己 甘心 牺牲奉献付出 不要自私 舍己对付的就是自我的自私本性 所以一定要舍己 让基督的基督记得 对付自私本性 最幸 阿们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自私才会有主的公平公义 我们有自私就不会有主的公平公义 那是骗人的 那是自我的灵的公平公义 不是七度的灵的公平公义 听懂没 求主帮助我们 好多好多我们需要再厘清的一些真理观 属灵观 好 所以我们要里面一定要告诉自己 我里面是属基督的灵 来 我里面是属基督的灵 我不属自我的灵 我不属自我的灵 不属撒旦的灵 不属血气的灵 不属世界的灵 不属世界的灵 阿们 阿们 生活面去提醒自己 我现在只是唤醒我们属灵的知觉 生活面我们要去 很多要去洁净建造的 洁净这些不好建造好的 进来 阿们 好 这是我们要怎么样 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 负面的前面那几个处理掉 什么舍己 下面我们就是要宣告 我是属基督的灵 阿们 我不属自我的灵 阿们 另外基督里面 有一个生命 我们很需要学习的 马太福音11章29节 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要去学这个生命 马太福音11章29节 今天有一点查经的讲道 马太福音11章29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好一起 11章29节 请你来 我 马太福音11章29节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主的柔和谦卑就是一个荣耀的生命 不柔和又骄傲是一个黑暗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除掉我们里面骄傲 不柔和的一个行为 某事跟属灵器人要离开 那我们里面有主的柔和跟谦卑 好 你们看来那柔和谦卑的人 你就能给他祈福 不可以 在基督里面 柔和谦卑是有主的荣耀的生命的记号 我们要学习 阿们 再来 我们看这个 你看主耶稣 我们要真的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要首先要讲的就是 我们里面要有基督的灵 就会有基督的荣耀 我们里面要有主的柔和谦卑 就有基督的荣耀 然后我们看基督的一个服事的一个态度 基督很多的荣耀 我们可以看到荣耀的心性 荣耀的心 荣耀的灵 荣耀的性情 我们多半的看 一般的教会讲荣耀 荣耀 好像讲的 还不是够到基督的生命的那个荣耀的方向的荣耀 还没有讲到基督荣耀的性情 耶稣十字架舍己 这是最高最高的荣耀 阿们 没有死就不能复活 没有死我们就不能够抖教 这是他最高的荣耀 所以教会就讲荣耀一点模糊啊 讲来讲去变成世俗的 世界的荣耀的感觉比较多 而不是数天的那个高级 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那种丰盛性情的荣耀 这个荣耀是一个生命化的荣耀 才是真的存到永生的生命的荣耀 阿们 基督的柔和是不是荣耀 基督的谦卑是不是荣耀 基督的舍己是不是荣耀 基督的甘心牺牲奉献付出是不是荣耀 那我们就来走这个荣耀好不好 我们就来走这个基督的荣耀生命好不好 好就走上去基督的舍己 基督的甘心牺牲奉献付出荣耀 谦卑的荣耀的路 我们走上去 阿们 阿们 那看到基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 他怎么看人 我到乡下很能体会耶稣这种事情 好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 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一年 请来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没有 有没有牧人一般 你看到基督什么 我在这一节里面看到基督的荣耀现情 他看见人 第一他有怜悯的荣耀 怜悯的生命的荣耀 他看见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他看到人困苦流离如同养没有牧人一样 我这边看到的是基督看到人的需要 就有怜悯的一个性情 这是一个荣耀 很多人看到人的需要 印着心 没感觉 冷漠 没爱心 这个就是一个没有主荣耀的心肠 这个说起来 请问这个是荣耀还是黑暗 这是一个黑暗的心 万一那么冷漠的心 万一这个人死在你的面前 你大概也是冷漠的 开车过去 这是黑暗 黑暗的心 基督在你们心里使你们荣耀的盼望 你不要想得太远 去培养一个基督 有一个怜悯的爱的一个荣耀的性情 阿们 去培养这样的一个心 不要硬着心肠 没用心 这是黑暗不荣耀 求主帮助我们 培养 这里面怜悯里面有很深的爱 这是一个荣耀 很多人不懂得爱 没有荣耀 我们要懂得耶稣的爱就有基督的荣耀 阿们 你的荣耀跟我的荣耀有没有不一样 教会界的荣耀是什么 机会 机会很好很荣耀 可是没有基督的爱跟怜悯 荣和跟谦卑 这不荣耀 可以在讲台上 带机会很有技巧 下面 下来没有谦卑 没有爱 没有爱人如己 自我中心 这没有基督的荣耀 了解吗 在圣经里面的荣耀 我们要去想一想 什么叫做 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当然有 等一下我会再讲 我现在先定位在基督的性情的荣耀这方面 来支取基督的荣耀 另外 主耶稣做完做工的时候 他是什么 我们看 以赛亚书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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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看第二到第四节 从这边去体会主的那种荣耀的性情 他很有权能 医病敢毁 死人复活 他很有能力 但是 这边讲的是 预言将来的基督 以赛亚 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 以赛亚第42章 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念 请来 他不喧嚷 不扬声 也不使街上 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如为 他不折断 江长的灯火 他不吹灭 他凭真实将功力散开 他不灰心 也不上胆 直到他在地上 设立功力 海岛都等候他的训绘 我送海岛等候他的训绘 他的训绘是很棒的 非常荣耀 有能力 教人得自由 有基督的能力 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自由 基督的权柄 他的训绘里面非常好 但是我们的主 他是不宣扰 不扬声 也不使街上 听见他的声音 你体会一下 他这个荣耀的生命 压伤的如为 他不折断 江产的灯火 他不吹灭 他凭真实将功力散开 他不灰心 也不上胆 直到他在地上 设立功力 海岛都等候他的训绘 阿妹 这是主荣耀的性情之意 他做很多 可是不扬声 不使 不会敲锣打鼓 不使街上听到他的声音 可是他是船 做他要做 压伤的如为不折断 江产的灯火不吹灭 他就是凭 真实将功力散开 不断的把真理散开 不灰心不上胆 然后他努力设立功力 就是真理 海岛都等候他的训维 这是我们主的形象 荣不荣耀 荣不荣耀 有时候我们做一件 都会跳脚练吹唱 我很没关鬼 我很没关 你看我很会感觉 这个跟主的性情 这个很不荣耀的生命 我们真的要学主荣耀 不扬声 不使街上街上他的声音 压伤的如为 那叫鬼罐 压制的人是被压伤的 他就是这么谦卑来服事 我们要学习主这样的生命 阿们 有怜悯的荣耀 有这些工作的 生命的一个荣耀 最后 我要跟大家一起勉励 住在基督里 让基督的丰盛能耀 长在我们心里面 一样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请每一个人 一二三四五六 好 我们一个人念一节 一个人念一节 最后两节一起来念 要福音十五章 这是我们要操练的 怎么让基督在我们里面 有丰盛能耐 是一点一定要这样做起来的 好 请 谁要第一个 要福音十五章 第一节谁要第一个 第一节 我是真福朗树 我父是三枚尔人 好 第二节 没关系 我们跳给其他的 第二节 凡 凡 凡说我不结果子的姿子 他就解不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甘性 使姿子结果子更多 第三 现在我们听我讲给你们的 道 道 已经洗 干净 干净 是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自己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第五节 第五节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姿子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你的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第六节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若在外面 不光干 人拾起来 仍在我里 烧了 七八 七七七节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八一起请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而容绕 你们有救是我的门徒 重点四 第五第七一起念 请来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姿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七请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好这里 我们怎么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我们出信的时候 常常有一句话 我来的是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对不对 好 这个是讲到 我们让耶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生命就越来越长出 耶稣丰盛荣耀的性情 耶稣的圣洁 公义 良善 恩赐 怜悯 诚实 国用 正直 谦卑 虚己 舍己 这些耶稣的荣耀的性情 会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生命本来没有爱心 没有公义 没有这个贫穷的 变成有耶稣丰富的这些生命的荣耀 阿们 阿们 这就是耶稣要建造我们的 那这里说我们怎么得 我们发现我们信主这么久 怎么那么没有主耶稣丰盛荣耀的性情 原来我们已经离开主了 没有常常住在主的里面 我们的很多思想下之光没有在主的话 主的话会有能力 主的话会有主的生命 主的话会有主的灵长出来 如果我们常常读主的话读到心里面 我们的心会充满主的灵 主的生命主的能力 主的性情就进来了 阿们 所以我们不要念圣经很快 念到嘴巴跟头脑 没有念到心里 没能力 让主的话进到心里面来 阿们 这就是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 我的话 主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要常常 不要以为这个只是 这个只是教会界的一种口号 常住 常在你里面 常在主里面 我常常住在主里面 我常住 不是不是 不是口号 这是我们生命要殷勤去培养的一个习惯 我们要常常住在主的话里面 阿们 我们的思想 你有思想乱飘飘到哪里 你要提醒 我又乱想 不是乱想 没有想主的话 赶快悔改 拉我们的思想 主啊 我要默念你的训词 我要思想你的话 阿们 那我把神的话藏在哪里 请问我把神的话藏在哪里 没有啦 我们都藏在嘴巴跟头上 没有藏在心里啦 我们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 心里面 深深的藏进来之后 那生活面有 心里有主的话 我们生活就去洗那些道 慢慢的 我们就会长出生命的果子 这边不要讲是传福音 传几个人的果子 不是 是我生命多有耶稣的性情 我刚刚讲了耶稣的圣洁公义 良善恩慈怜悯 柔和谦卑 这个虚己 舍己 等等等等的 这一些的生命的果子 去长出来 耶稣舍己我要舍己 我要舍己 我又长出耶稣的荣耀的 一个舍己的生命 耶稣是诚实 我要舍己 我也学耶稣的百分之百 不断离开谎言 习惯来习惯去的 那些闪躲的 不诚实 不透的 我要诚实 那我就长出耶稣一个 诚实荣耀的生命 耶稣是正直 我要正直 耶稣是供应 我们去培养 去健壮 一点点 住在主的话 主的话有能力 主的话有生命 主的话有主的灵 主的话有主的生命 会建造我们里面 找满了基督荣耀的性情 阿们 阿们 我们去培养 要不要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晚上我是 办茶经的方式讲道 因为我用了很多经文 那你们有记 就记 没有没关系 再去看直播 这个生命我们要去建造 基督在你们心里 阿们 跟着我来宣告 基督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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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生命有丰盛的荣耀 跟着我来祂祂祂祂如 Bean 和我们意思说 基督在我的心里 跟着我来祂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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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呼祂祂寂祂学 祂祂祂祂祂 Malcolmcież 祂祂 свою死祂祂祂祂祂願祂祂祂 祂祂祂祂 dance祂祂祂 бл' release就是生命 基督在我的心里 欢迎基督住在我的心里 使我生命有丰盛的荣耀 我向主认罪悔改 我的心常常欢迎 喜欢 老我 学气 情谓 肉体 世界的神 世界的灵 世界的王 世界的价值观 世俗的情谓 缭绕心中绑住我心 玷污我灵魂误会 掌握住基督的荣耀 求主赦免 让我自罪悔改 异罪恨恶这些罪 丢掉这些罪 求主保血解禁我 让我夺毁我的心 我的灵 让我夺毁我的心 我的灵 头脑价值观的思想 常住在基督的里面 让基督在我心里面 在我灵里面 在我思想里面 照常显大 使我长满了 使我长满了 基督丰盛的荣耀 谢谢主 谢谢主 让我殷勤建造自己的心性 成为有基督的灵内住的心性 长出基督丰盛的荣耀来 长出基督丰盛的荣耀来 我不要再固执了 不要再固执了 不要再亡梗悖逆了 不要再亡梗悖逆了 我要顺服实价的基督 我要顺服实价的基督 求主帮助我学习舍己 求主帮助我学习舍己 顺己甘心牺牲奉献 求主帮助我 悔改彻底 求主帮助我 活着不在自己 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求你是神的话 成为我生命生活的实际 让我殷勤建造 让基督在我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有以马内力神同在的荣耀 有以马内力神同在的荣耀 有基督的灵内住的荣耀 有永生生命的荣耀 有实价生命的荣耀 有活水生命的荣耀 有活水生命的荣耀 有福祉生命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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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得胜生命的荣耀 有得胜生命的荣耀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靠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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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